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道奇奇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個我平時化開的妝 顏色方面都是用金色啡色來煮 另外還會focus在雙眼皮的位置 令眼睛看起來輪廓深一點 我平時化了 我大概會被輪廓 我已經過分了 我每次化開的妝相 我已經過分了 我又被交給了 我已經過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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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底妝方面我會用Gravatobian Corretta 塗在黑眼圈和下巴有暗瘡印的位置 接著再用Gravatobian這綠綠色的Corretta 在額頭打個交叉 在兩邊面珠燈位置點三點 打開鼻樑、鼻頭、下巴和人中 接著再用Gravatobian HD Cream Foundation 64 塗在面骨下面這個位置和髮線那裡 可以塗在鼻樑旁邊和鼻頭和鼻樑空白的位置 接著就能播出的啦 不是啊 要用Beauty Brander 去brand開一些Corretta 和Foundation 那我就會先用Beauty Brander 沾一點那個部分 把深色的Foundation brand開去 然後再用Beauty Brander 肥一點那個部分 再開其他的Corretta 和Foundation 然後我會用Canmake這隻Shading Powder 在我面骨那裡打陰影 那基本上我現在化什麼妝 我都一定會打陰影的 因為我臉可以看起來瘦一點 和對付我的大額頭 接著我就會塗胭脂 大家笑一下啦 那接著我就會上碎粉啦 我有時這樣化完底妝呢 就出街的啦 塗我最喜歡的潤唇膏 這一支就是我最近用的眉gel 畫眉的方法都是一樣 先在眉的底部畫一條線先 接著再慢慢填滿空白了的位置 眉頭位置順著眉毛向上畫 那你見到眉頭位置都會沒那麼重手的 但眉中間到眉眉的位置就會畫深色些 接著拿個眉掃 掃上鬆唐眉 就會看起來自然一點的啦 眉 bagel這支顏色� Ruby 是我近期最喜歡的 用它肉色的眼窩 先打底下 然後用 momentos默的眼影掃 點那個金色 塗在眼窩的位置 然後我就會用iale ring的眼線筆 沿著眼窩畫一條線 就像那樣啦 有一個小的tips給大家 就是最好刨尖一點眼線筆 這樣就不會像我那麼狹狹畫到線那麼粗 但也不是問題 用一支小的眼影掃點它的金啡色 好像這樣塗在你剛才畫的眼線上 然後再用一支乾淨的branding brush 把眼影和眼線brand翻鬆 接著就再用它角落頭這支珍珠白色 塗在眼頭三分一的位置 我還會塗在眼頭的位置 那隻眼睛看起來就會大一點 眼線方面我就會在眼的尾部畫一筆 然後一下子畫在眼皮中間 接著再畫眼頭部分和下眼線 輕手一點 接著再用剛才的眼線筆 再畫上內眼線和補一補下眼線 都是拉畫一半好了 這一支Maybelline mascara塗下眼陰模 這支眼線筆真的很漂亮 又到塗唇膏了 那我也挺喜歡Loreal這支707號的唇膏 它裏面的深是潤唇膏 就算你的嘴乾到好像阿婆腳尖也好 都不用怕上不了色 之後再用Nix這一支S01的noop色唇膏 塗在上下唇的中間 喜歡的可以用剛才的eye shadow palette的珍珠白色 塗多一層在上下唇的中間 暗一暗 3 4 3 搞定吃碗麵 幫幫手 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會勤勵放多點照片和影片給大家看 給我一個like 多謝你們按進來看 下次見 拜拜